蔡主席 总统府 政府秘书长 民进党 吴秘书长 各位贵宾 各位女士先生 大家早安 大家好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跟这个即将在府的月20号就任总统的蔡英文主席见面 首先我要代表政府跟人民对蔡主席的高票当选 表达由衷的恭贺 蔡主席即将成为我们中华民国宪政史上第一位女性的总统 我不但恭喜蔡主席 也要恭喜民主进步党这次的胜选 完成了第三次的政党轮替 为中华民国宪政体制与台湾的民主历史写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台湾今天面临内外许多的挑战 为了公共利益跟全民的福祉 朝野政党 必须从对立的走向真心和解 进一步的真诚的合作 才能够真正突破台湾目前面临的各种困境 蔡主席在今年1月16号曾经公开表示 要求民进党全体党公职人员千倍 千倍 再千倍 也在1月21号要求民进党立委 觉得绝对不可以故意刁难或者羞辱内阁的官员 这些都是具有善意与气度的发言 我们要给予高度的肯定 也期待能够具体落实 我希望台湾朝野政党能够把把握政权交接的 这个沟通的良机 以及目前和谐的气氛 用对话寻求共识 共同展开和解与合作的新机缘 过去这八年 我非常感谢台湾人民给我这个服务的机会 为了打造一个自由 公益与繁荣的台湾 和和平的台湾海峡 以及友善的国际环境而努力 来达成中华民国宪法 以及国民对我的付托 现在我们即将要把棒子交给蔡主席 我曾经说过 希望交接的工作能够顺利过渡 无缝接轨 在中华民国的宪政史上留下一个正面的示范 到目前为止 交接小组也的确气氛融洽 工作很顺利 我们感到很欣慰 近来 在立法院 民进党有关于总统交接法律化的讨论 我们支持任何在中华民国宪法允许范围内进行交接条例的立法 在这段交接期间 蔡主席如果有任何需要协助的地方 我都义不容辞 愿意本着八年执政的经验 尽力提供我的浅见 给蔡主席参考 共同为国家未来的发展而努力 等一下闭门会谈的时候 也许我们可以跟蔡主席就各项的国政议题交换一件 谢谢大家 麻烦 畅游 词 那么 真 教党 词 词 词